好 娘亲 为何你给自己分四块 只给滚滚三块 因为娘亲是大人啊 滚滚是小孩子 所以娘亲要多吃一块 滚滚都上学书了 想想这凡事也带着着实物去 不如换个清静的地方 隐居一段日子 娘亲 娘亲 我回来了 滚滚回来了 头发白了 来吧 得要染一染了 坐下 娘亲 为何学书中童子们的头发 都是黑色 我的头发天生是银色 因为我们是神仙啊 头发颜色自然与其他人不一样 那其他小圣童 跟我长得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了 当然也有一样的 等你回去 见到了阿黎你就明白了 娘亲 阿黎是谁 阿黎她也是个小仙童 你该换她叫做舅舅 那她的头发也是银色的吗 不是 是黑色的 都是小仙童 为何头发颜色也不一样 嗯 其实我们神仙呢 不太在乎头发的颜色 但既然我们在凡间 那就要讲究凡人的规矩 做好了 改染头发了 那我们回去重天就好了 这样我就不用再染头发了 好 我们会回去的 但是娘亲 想带你在凡间到处转转 好 滚滚都听娘亲的 滚滚和帝君一样 都喜欢吃我做的糕点 哎呀 娘亲娘亲 我回来了 看娘亲给你做什么了 哇 椅子糕 哎 洗了手再吃 嗯 娘亲 为何你给自己分四块 只给滚滚三块 因为娘亲是大人啊 滚滚是小孩子 所以娘亲要多吃一块 哼 娘亲 我们学术中童子们的娘亲 从不与他们抢高吃 可我们是神仙嘛 在这种事情上面 自然是要按照 神仙的规矩来的 是这样吗 嗯 但我听娘亲曾说 我们来到凡间 就要按照凡间的规矩来 我这样说过吗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按照神仙的规矩 不然等我们回了仙界 忘了神仙的规矩怎么办呢 好吧 过几日啊 我们就要搬家了 娘亲 我们在书局待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搬家 搬了家 滚滚就不能和小伙伴们一起玩了 因为你是小仙童 你的样子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如果 我们一直这样在这里待下去 会让那些烦人起义心的 所以我们要不停地搬家 哦 原来是这样 那我们搬了家 娘亲去哪儿 滚滚就去哪儿 再吃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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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闲 监儿 居时曾救了凤九殿下一命 凤九殿下为了报答你的恩情 便用平婆果将你复活 还度给了你一半他的修为 时宜时宜 想必凡间早已换了天日 我原本也早该做故 如今却有了一个凡间帝王 倾尽所有的无法求得的先品 居时按照鲜鹿宝集上的规矩 喜臣之仪必得由与你身躯之人 给你施洗臣礼 凤九殿下会亲自赴九天瑶池 为你施洗臣礼 助你飞升 你得好好准备啊 我当时 同凤九殿下 是什么关系 重生成仙 醒来便忘记所有 与你不是坏事 何苦追忆梦境 徒增烦恼呢 我怎么会做这种梦 帝君她是天地公主 肯定不会遇到这种事 想必 她现在应该在泰城宫钓鱼吧 你们在玩什么 陀螺啊 你没玩过吗 没有 这陀螺真好看 是你自己做的吗 不是 是我爹爹做的 你爹爹 对啊 我爹爹可厉害了 不仅会做陀螺还会做风筝呢 你要是喜欢 可以让你爹爹也给你做一个 可是我只有娘亲 没有爹爹 你为什么没有爹爹啊 有娘亲不就够了吗 但大家都既有娘亲 也有爹爹啊 都有爹爹 娘亲 娘亲 怎么了 滚滚 滚滚有爹爹吗 没有啊 你是娘亲一个人生下来的 可是我学书中的同伴都有爹爹呀 那你是小仙童嘛 在神仙的世界里 是可以只有娘亲没有爹爹的 哎 仙界怎么跟人间差那么多 人间的大人都不和孩子抢高吃 都是大人半夜起来帮小孩子盖被子 小孩子必须都有爹爹的 该不会是娘亲你瞧我没法子求证 就拿仙界当借口吧 我们滚滚一定是刻意压力太大 现在都变得不乖了 要不这样吧 明天逃学一天 娘亲带你到山上去 吸收吸收日月清华 娘亲不要每次说不过时 就拿河西北风来威胁我 我还没想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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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想到我